到底是什么武器居然让大贝克耍起了棍法 今天的断刀大赛比的就是真功夫 回到节目开头 主持人直接砍一刀 冒出了大伙的断刀材料 由WE高天纲制成的挂肉钩 几个参赛刀将表面与弹风轻心中跃跃欲试 第一轮比赛要做一把劈肉刀 断刀说法不限 只要刀片参数符合要求即可 本回合限时三小时 比赛现在开始 大伙拿到掉钩 先用角磨机切掉弯钩部分 保留上面的圆柱钢条 再将它们统一加热 利用动力工具压扁后挨个焊接在一起 制作融合钢梯 但老贾和它们不一样 哥们平时在家 没少专练盒装大马的做法 好不容易上一回电视 不露一手等于白练 为了让格力液迅速封钢 他想借助气体炉的火力 烘干立刻白 奈何玩火有风险 一不小心把立刻白点了 还好伙食不大 大手一挥就能扑灭 接下来再去切割挂钩 将材料混合高碳钢粉 填满一整罐 就可以封层断烧 另外三位刀匠走的是常规赛道 把三块钢材压扁后 放入骨铁焊接 之后再重复加热流程 理论上就得到融合钢梯 半小时过去 刀格也开始准备断焊 但焊接之前 他还想再打磨一下钢材表面 为了让材料快速降温 他把钢梯进入冷水 但心急吃不了热刀子 他这样会改变 钢材内部结构的稳固性 反映到刀片上 就容易出现裂痕 小伙子就是在给自己埋垒 萝卜本来想用一片钢 做出整把刀 磕把钢压扁后 发现分力量不够 于是他找回之前 抛弃的挂钩 把它们揉拔到一起 再次加热压实 虽然很像焊接不一定结实 但萝卜对自己的水平 很有自信 与此同时 老贾的金属罐加热完毕 先放在微型冲床上压实 然后开罐涂膜 本以为进展顺利 结果去掉外壳 才发现内部根本没有融合 这下丢人了 比赛时间还剩两小时多 老贾这回不敢再当闲眼包 决定用断结法半弓重来 祝他成功 不久后 大伙的钢皮都断结成型 DJ已经轮起锤子 开始打铁塑形 刀哥进展也不错 他正反复加热钢材 让他在一次次锤打中 逐渐接近皮刀的形状 紧张的追赶中 老贾将反弓钢皮烧成了金黄 火热出炉后 为了节省时间 直接送上动力锤 迅速开始塑形 也是勉强改成了大家的进度 而罗布这边却出了点问题 刀柄本该与刀背对齐 他的刀根太低了 不符合这把刀的设定 于是他切断刀柄 再将它焊到正确位置 虽然自封看武帝 但老将也有犯错的时候 罗布居然一个倒反天罡 把刀柄焊在了刀刃那一侧 只好再次切下刀柄 把它焊到刀背那边 在他原地打砖的时候 隔壁老家已经做好刀片 准备热出炉 刀片催火过后 稍微有点变形 好在不严重 他接下来还有充足的时间 研磨矫正变形的部分 DJ在他之后完成工作 给刀片打个孔 再用磁铁检查刀片受热情况 就可以挑战脆火 捞出刀片后再争分夺秒 用脚缸夹紧刀片 保持它的比局 而刚才为刀柄发愁的裸布 暂且解决了手头的问题 但他对热处理好像有点误解 这一环节并不是温度越高越好 过度加热的话 反而可能会让刀片内部 晶体增生 从而变脆 现在距离比赛结束 想起刀还没脆火 只能匆忙加热 还没等刀片受热均匀 就把它送入油桶 最后连聪磨测试也没来得及做 直接跟大火交出刀片 接下来的时间交给评委 老假的切肉刀尾部上翘 力学角度来说可能不太好用 刀片上还有没磨平的凹陷 看起来有点危险 DJ的刀别看外形粗糙 但是刀片坚固 表面焊接紧密 好好导致一下 还是未来可期的 刀割的刀是打磨最细致的一把 外形基本还原 刀片笔直漂亮 尾端稍有弯曲 良好的表现 而萝卜的刀就有点超弦了 隔着刀缝都能透光 这种镂空结构 对一把刀来说还是太超过了 最后给你一点鼓励 还是早点回家再练几年吧 第二轮比赛 选手们要修复刀片的遗留问题 并给刀片加装手柄 这一回合 节目组为选手准备了柄材 刀剧时两小时 比赛继续 目前 属老假的刀片问题最多 他不仅要处理上翘的刀柄 还有刀片的分层和凹陷 于是他先打算把手柄做出来 再慢慢处理刀片的问题 他要制作三片式隐藏柄 这种工艺凭借简单 比较省时间 切分出需要用到的木材 将它们组装起来后 先用脚缸做一个夹具 矫正刀片的翘区 之后用火焰盆灯 给刀片做个局部软化 好方便处理凹陷 但他脑子忽然转路 烧错了刀片的正反面 这下 凹陷不仅没有消除 还扩大了不少 只能一边骂自己 一边翻面过去 夹热正确的那面 路过这刀砍之后 只差刀片分层没有处理 这只能通过研磨补救了 可是他越磨越发现 刀片上的凹陷非常深 里面把刀磨吐鲁皮 他决定用焊击试试运气 不平凹陷后 刀片看着已经不成样子 但好歹结构上还是封闭的 只要继续磨下去 还是有救的 DJ打算用两块木片组合成刀柄 他用火炬烧穿刀根 虽然这样钻出的孔洞不太美观 但胜在速度够快 将饼片配合在一起之后 再打磨成是合手窝的形状 添加一些人工修饰 就可以去磨刀了 刀格这边的刀片没啥大问题 所以全程工作不紧不慢 给刀根钻好孔后 将萧丁穿过孔眼 连接到两片木块 之后再把刀柄打磨出手指凹槽 筋磨一下毛边 就可以磨刀开刃 第二回合倒计时结束 现在进入测试环节 首先是强度测试 没把刀要依次砍过不同大小的骨头 依次考验刀片的耐用程度 DJ欠赏 刀片威力毋庸置疑 刀片边缘非常坚硬 唯一不足就是刀柄形状有点割手 表现不错 接下来看看刀格的表现 四次暴击之后 刀刃完毫无损 干得漂亮 但是这个刀柄又薄又短 作为把手来说 比较挑人 之后轮到老甲了 虽然刀柄衔接不够紧 刀身也经过焊接修补 但整把刀出乎意料的坚固 也是顺利通过考验 接下来进入锋利度测试 测试台已经摆好各种食材 段刀大赛秒变铺刃节目 试刀评委平时在家 吓不吓读 将在这场测试中暴露无遗 DJ的刀先来 顶部的刀刃锋利 但中间部分要差一些 因此切肉时较难穿透 接下来看看刀格的表现 切肉痕迹微顿 但切散些水果什么的 完全没问题 表现不错 最后来看看老甲的精彩表现 三把刀里 属他切肉最为爽快 可以说是专制滚刀肉 但由于测试角度与刀形的限制 切瓜稍微差点意思 到目前为止测试全部结束 三位选手表现均衡 评委们简单声讨 决定淘汰表现稍训的DJ 他的刀存在盾边 肌肉时有点滚刀 所以很遗憾 送他离开工坊后 接下来就是高级玩家的战场了 晋级决赛的两位选手 要挑战复可一把特殊的出刀 铭鱼刀 这种刀装为七个大金枪鱼而生 他长达三尺 刀脊浑厚 刀刃锋裂 虽然战场上没有他的身影 但市场上他从不缺席 锻造要求 刀身鉴于74-79厘米之间 单边开刃 刀柄和刀身之间 需要保留一段不开刃的部分 每人有四天时间完成工作 期待大伙的表现 老甲回到自家工坊 迅速开板决定 用日式三枚盒方法断刀 即用两块软钢夹一块硬钢 锻造出一种复合刀刃 这样做出了刀 既保留了刀背的韧性 又保证了刀刃的硬度 可以使刀具性能更优 然而当他好不容易完成第一步 刀片表面却出现了分层 大膜也无法消除 老甲刀即决定摆烂 睡到第二天再继续赶工 隔壁刀格回到自家小作坊 由于条件有限 他也不追求太高 只挑选一块线程钢材 丢进炉子里进行加热 由于铭鱼刀形状规整 断打塑形十分容易 一天下来 刀格就得到了满意的成果 第二天 老甲重新反攻制作刀片 有了之前的经验 这次就很熟练 赶在当天就完成了热处理 可惜摧火锅后 刀身出现了一个小凹陷 虽然可以轻松补救 但对频频出缩的老甲来说 也是巨大打击 好在他不是孤军奋战 另一边 刀格也开始萃火 经过撮磨测试 他发现刀刃中部的硬度 不符合他的预期 而这部位的硬度 正是整把武器最关键的地方 刀格紧张起来 赶紧重新测试一遍 这才发现虚惊一查 刚才拖刀磨下来的粉末 只是外层的软钢碎屑 而不是刀刃本体 又过了两天 老甲修复了刀片问题 也给刀安装了刀瓣 之后只差打磨细节 就这么一直忙到第四天 天黑总算完成了作品 而刀格比他进度稍快 制作完刀具后 还有时间鱼肉刀组 之后品尝一下胜利的果实 就可以回到比赛现场 接受全方位的测评了 正式开刀前 先来看看他们的外形 老甲的刀有1095钢制成 黑式木刀尖打磨光滑 刀格的刀有80CR2钢制成 封木作饼 为了考察这两把刀 是否表里如意 试试后进入杀戮测试 老甲修来 刀刃锋利 把手结构握感舒适 一刀轻易切开三头鱼 寿司店就需要你这种人才 接下来看看刀格的表现 这日式刀柄十分考究 轻盈的刀片更是一大优势 拿了一些鱼毫无压力 正想看他再切点别的 于是接下来进入强度测试 木棍与刀交战 老甲已经就学 一番强击下来 刀刃只出现一处磨损点 刀身依旧笔直尽硬 表现不错 接下来看看刀格的表现 刀刃留有膜边 但成功保持笔直 已经是不错的表现 最后进入锋利度测试老甲再做准备 刀片只在触及最后一根塔塔米珠时表现稍逊 总体来说十分锋利 最后轮到刀格 轻快的刀身更凸显了他的切割性能 表现不错 两把刀息骨相当 看来只能从细节取生了 反复商量过后 还是决定将冠军颁给刀格 因为他的刀在配中与锋利性能上都更胜一筹 最后感谢老甲的陪跑 我们恭喜刀格获得本期比赛 冠军